追求真理,成熟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成熟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三知识 天台式教仪刚刚开始讲五识 这个科判第三正解释式教仪的文字叫做式仪文 式仪文分三段 第一正名十教 现在是讲第一,正名十教里面分两段 这两段的第一就是略序名义 略序名义 简略的序说五十八教的名义 这里又分三段 第一,总是 第二,别列 第三,借钱起扣 先说这个总是之下 分别列出这个五十八教的名义 总是的文字 就是天台智者大师 以五十八教 判世东流一代 圣教,庆无不尽 这是总是 所以已经讲过了 现在是讲第二 第二,别列 就是分别列出五十八教的名义 这里别列就分两段 第一,五十 第二,八教 现在是讲的 别列的第一,五十 五十的名义 第一,华言十 第二,路愿十 就是方等十 就是欧函十 第三,方等十 第四,般若十 第五,法华涅槃十 这五十 上次就讲到法法十 刚刚开始 五十 就是把释迦牟尼佛说法 四十九年 约他说法的次第 大概的把它分成 这么五个阶段 把佛所说的四十九年的法 约他说法的时间 大概分为这么一个五个阶段的说明 那么第一的华言十 就是释迦牟尼佛 刚成佛的时候 在菩提寿下 为法身大事 为大菩萨们 讲这个清正的佛的境界 这种的高深的境界 小圣根性的人 是没有办法领回的 所以 这个法颜时 直立大根 这个小根 小圣根性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因此之故啊 三七日后 才到波罗奈国 他说 路耶愿 转四地法轮 那就是所谓第二 路愿时 约他所说的教理说 就是四部欧含经 那也就叫做欧含时 这里叫做路愿时 其他地方 例如教观纲中 就写作欧含时 就是约这个所说的经啊 建立这个实名 那么这是完全为了 生活源泉的小圣根性人 说的 说四地法 那么经过这个 欧含这一段时间的说法呀 小圣根性的人 已经能够把 三界内的建丝或断除了 能够了生死 震到 欧罗汉国了 得到实在的 离苦得落的利益了 那么由此进一步啊 要这个小圣根性的人 回小向大 所以第三 说方等时 方等就是大圣 也叫做方广 就是说大圣法的 这一段时间 这个方等时所说的教典 例如维摩金四亿金等 它主要啊 就是谈偏 直小 探大包园 谈何小圣 偏称涅槃的 这个小果之镇 他人 住在化神 华城啊 所以何止小果啊 赞叹大圣 包奖原教 所以叫做探大包园 赞叹大圣佛法的这个菩萨道的属生 包奖究竟原教的啊 微妙的行政 所以叫做探大包园 所以方等时所说的大圣佛法 四教并谈 他的用意啊 就是要谈遍直小 探大包园啊 那么小圣根性的人经过方等时的大圣佛法的学习 已经能够发大心回销向大了 但是他的这个法指啊 还是存在的 没有完全透露 还有这个法的执着 所以第四要说般若经 来洗 洗涤他的这个执情 啊 所以叫做当地移情 他所有的法指的执着的秦职 要把它洗掉洗干净 所以第四才说般若时 佛法究竟的真理就在般若 那么经过般若的当地之后啊 他这个执着已经去掉了 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可做佛 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必定要法法的开显了 所以第五啊 才说法华经啊 因为大圣的涅槃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啊 跟这个法华经的内容相同的 所以因此智泽大师就把这个法华跟涅槃 合并起来成为第五个说法的阶段的时间 那么因此称作法华涅槃石啊 那么现在正是讲到这个法华涅槃石的法华啊 那么讲到这个法华讲完了 然后再来讲这个涅槃 关于这个法华呀 就是妙法莲华经 上次已经讲了一部分啊 呃 这里要先说明 呃 佛说法华的用意 就是因为小圣根性的人经过方等波罗的学习啊 呃 也不会有这个法治的执着了 那么呃 要进一步要给他设计作佛呀 所以法华经 就说这个呃 开拳显石啊 会三归一啊 开本显迹 说这些道理 啊 让这个小圣根性的人知道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有佛做佛 人人皆能成佛 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佛成佛之后四十几年 最后啊 才说这个法华经 呃 佛说法华经的时间 按照经里面说四十一年 啊 那么大概总是在释迦牟尼佛七十三四岁的时候 才讲了啊 平常说法华涅槃共七年啊 那么总是在七十三岁以后 才讲法华经的 那么最后七年呢 讲法华涅槃 呃 这个法华经流传到中国 有三种翻译本 有三种译本 上次就讲到这个三种译本当中啊 意义还没有完全讲完 呃 法华经最早翻译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就是西锦时代啊 三国以后就是两锦呢 西锦东锦 西锦时代的主法父法师 啊 就敦方菩萨翻译法华经 他的题目叫做正法华经 有十卷二十七平八万四千多字 但他的翻译的文字比较难懂 很尖色 读起来很困难 一直到东景时代 北方的五福十六国 五福十六国里面 其中有一个姚秦 秦国呢 简别不是父亲啊 国族姓姚 这叫做姚秦 姚秦时代 有西月来的 修辞国来的这个 纠摩洛士法师 纠摩洛士法师 在中国佛教里面翻译 是旧一时代的代表者 啊 是四大家之一 纠摩洛士法师翻译的 法华经 就叫做妙法莲华经 有七卷 二十八平 文字有六万九千多字 啊 这部法华经的文字最好了 不但是文字有美啊 一里周圆 那么比起任何的翻译 它的翻译都要好得多 举个例子说 呃 前第一次翻译的这个正法华经 跟修莫洛士翻译的法华经的文字把它比较起来 那相差太远了 而且修莫洛士法师翻译的时候啊 他的异常里面的那些高僧大德 啊 文字有美的那些高僧多得很 啊 有修莫洛士座下 就有十则 四诀啊 十位很了不起的弟子 其中有四位 当时称他叫做四圣 也叫做四诀 这个四诀里面有三兆法师 三 三瑞法师 都是很了不起的 还有像这个道僧 啊 万事点头的那个道僧 道勇 这就是所谓四诀啦 啊 当时翻译法华经的时候 这些大大的都在场 都做论文的工作啊 帮助这个文字的这个美化 呃 举个例子说 修莫洛士法法师翻译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啊 因为前面已经有人翻译了 必定要把原来第一次翻译的本子对照起来 啊 那么文字比较不不理想的应当要怎么样的改进 当时提出来给大家道论讨论啊 例如当时翻到这个五白地址受据评 佛为妇罗罗尼多罗尼子受据的时候 那一段啊 在旧义的法法经里面 他有两句话 就是说当时等到这个妇罗罗成佛的时候啊 人间跟天上是可以彼此互相见到 互相来往的 不像我们现在天见不到人人能见天 而那个时候彼此可以互相来往 可是这个旧义的法法经里面呢 他写着天见人 人见天 天上的人能看到人间的人 人间的人也能看到天上的人 天见人人见天 有这么两句话 啊 当时旧莫洛斯法师提出来哎 叫那些大德们啊 看看 他的原意天见人 人见天 那这个没错 印度翻文就是这样 没有错 但是用我们中文来写啊 他这样子实在是觉得好像跟小孩子讲话 跟幼稚园讲话一样 不雅了 这个文字不雅 当时旧莫洛斯自己不下段语 就问那些弟子们说 你们看看 这两句话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子来表达呀 文字尤雅啊 读起来啊 使人生欢喜心 应当怎么写啊 那个深瑞法师不假思说 随口就来 那应当是写作人天交接两的相见 这不就很好吗 人天交接两的相见 来代替这个天见人人见天 这个文字都好啊 人天交接彼此可以来往 两的相见 彼此都可以见得到 跟那个天见人人见天的文字比较起来 那好多了 好得不得了啊 所以这个金莫洛斯法师的翻译 他所有译出来的 经论呢 特别流通 就是这个原因 他有这么多的大帝子 都是大文学家 文字非常好 所以他的翻译啊 都不是他自己来下段语 先给弟子们大家去研究一下 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呢 深瑞法师 深造法师 他们都是中国人 对中文呢 有相当的研究的 所以他这个 经过金莫洛斯法师一说 他说这个文字印章怎么写啊 你中文怎么写比较优雅呀 所以这个深瑞法师那真是瑞吉了 真是有智慧 随口就来 那是 那是 是不是可以写说 人天交界两的相见啊 究莫洛斯法师说 对 这就对了 这个文字最有雅 就这就定下来 你看古代翻译啊 每一句佛经都是经过这样子细心争处才定下来 才写下来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经看起来 哦好容易哦 如果是我们哇啦哇啦一直念下去 觉得很容易 你们想到古代的人翻译多困难啊 多辛苦啊 为了这么两句话 他要动尽脑筋 征求大家的意见 采取这个最好的文句啊 才把它写上去 所以这个法法经 经过金莫洛斯法师翻译之后流传那么广 原因在这里 全部都是这样子下功夫的 不止这两句 啊我只是随便举出这么两句啊 来做参考而已 由此可以知道 当时翻译法法经的那种 殊胜的异常的情况啊 那可想而知了 那么金莫洛斯翻译出来之后啊 还有第三次的翻译 到了隋朝 上次就讲的讲到这个隋朝了 隋朝有个达摩几多 谢呢几多 这两位法师合并起来 共同再翻译法法经 他的题目就叫做天平妙法联法经 妙法联法经的题目跟金莫洛斯翻译的完全一样 只是加天平两国字 他的意思是说 金莫洛斯法师翻译的是很好 不过有部分呢 他略掉了 略掉了 翻译里面原来是有的啊 应当把它补足才对啊 他的看法是这样子 所以第三次的翻译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做七卷 有些也做八卷的文字啊 比金莫洛斯的稍微多一点 有七万一千多字 多了两千多字 就是按照罗斯翻译的 有些是增加的啊 这个金莫洛斯翻译的法法经 后边没有这个加设尊者的问答 没有这个生盲域 生来就眼睛看不到的这个生盲的比喻 金莫洛斯翻译的没有 天平妙法联法经 认为范文里面有 把它补上补上这段文 这两位法师的这个中文也是很好了 写的情况也不错 这是第一 第二 在五白地址受据品里面 增加了一个入海取宝的比喻 入海取宝的比喻 这个比喻啊 金莫洛斯翻译的没有 他把它补上 这是第二 第三 法师品 金莫洛斯的法师品 改作药王如来品 品目不一样 而后面增加一个宝盖王子 啊 的 跟这个善盖王子 善盖太子的故事 这段文在于金莫洛斯翻译的什么有的 把它补上 这是第三 第三 那这个 这个鼠类品啊 是在第二十一品 在中间 可是随意啊 把这一品搬到最后 搬到第二十七品 呃 金莫洛斯翻译的有二十八品 他为什么变成二十七品啊 并不是少一品 而是把有两品把它合并起来 就是建保他品啊 后边有提波大多品 金莫洛斯翻译的是把它分开 建保他品跟提波大多品 提波大多 而随意啊 就把这两品合并起来 谁又建保他品 建保他品 没有提波大多品 并不是没有这个文字 而是附在这个的 建保他品的后边了 没有另外分啊 提波大多品 那么因此他就变成二十七品 啊 这是屏幕的次序不一样啊 啊 那么 啊 金莫洛斯翻译的二十八品 啊 他把这个建保他品 跟这个提波大多品 合并起来 就成为二十七品了 啊 属内品本来在第二十一 他把它搬到最后 第二十七品了 这一点不同 论天品 只有 啊 前面之外还加一个 就是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那个巨颂 世尊秒相聚我今重问比以下的巨颂 一直到浮去海无量 世归淋漓 这一段的巨颂啊 金莫洛斯翻译的没有 啊 只有长文没有巨颂 随意啊 认为原文有巨颂 把它翻成这个巨颂 所以这个重颂啊 后人把它补上 从随意的本子揭露下来 补上金莫洛斯的翻译 啊的一本 前面三段的 添加的文字啊 后人研究啊 认为在法伐经里面 这三段文字可以略调 无关紧要 这三段文字就是 这三段文字啊 若还取宝的比喻啊 宝盖王子 善盖王太子的这个 罚共养世啊 他说这三段文字啊 在法伐经的 用这个原意里面呢 是无关紧要的 可以掠掉 可以不必 所以后人还是流通 金莫洛斯翻译的 不流通随意的 随意的文字 金莫洛斯原来有的 他完全照抄 一个字也没有增加 只是增加这几段的文字啊 跟这个屏幕的调整不同 其他没有增加什么 那么这样看起来 虽然有天平法华经 他认为比较周足 可是后人还是不流通这本 还是流通金莫洛斯翻译的 只是把随意的 法华经里面的 普门品送啊 重送把它补上去 补上这个 金莫洛斯译本里面 这样子流通下来 一直到现在一千几百年 就是这样子 没有改变 所以智者大使的法华文句里面呢 普门品的注节 没有重送 另外有观音经易书 也是没有重送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重送了 后人呢 经过随朝翻译出来以后 后人才补上去 智者大使没有看到随朝翻译的天平法华经 因为智者大使在随朝开放十七年 就往生了 就入灭了 就是CG的五九七年 而随朝达摩 所以这个随朝翻译的法华经呢 就是CG的六零一年 那个时候智者大使已经入灭四年了 翻译天平法华经的时候智者大使已经入灭四年了 所以这个随朝翻译的法华经呢 智者大使没看到 所以他的著作里面呢 没有表示意见 就是因为他没看到 浦门品的重送是后人补的很可能到了宋朝 因为宋朝的尊师大使啊 就是慈云灿厨 他有浦门品重送的祝节 浦门品重送的祝节 而祝节里面的序啊 他有说明 他说智者大使的书里面 文具里面没有解释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重送 后人补足 认为这个重送是有需要的 才才把它补上 但是补足没有 后来研究的人没有参考资料 所以词云灿厨啊 才把它补上解释 那么由此可见呢 这个重送补上 就没有是一本里面去啊 那必定是在宋朝 或者是唐朝那个时候 以前是没有的 这是说明这个法法经的翻译啊 虽然有三种译本 还是流通 金木洛师第二次翻译的本子 因为他的文字太有美太好了 金木洛师法师翻译的经文 不但是法法经那么流通 我们每天读诵的阿弥陀经 还有金刚经 都是金木洛师翻译的 尤其金刚经呢 有六种译本 六种译本 六种译本 当中还是流通 金木洛师翻译的 这很特别了 其他翻译的不见得文字就差呀 也有蛮不错的 但是比起金木洛师的翻译要好 要差一点 还是金木洛师的文字最好 后人认为这个金刚经里面呢 后边有一段文字 九木洛师翻译的漏掉了 可能是抄的时候 抄斜的时候漏掉 脱漏了 后人呢 是根据这个 原位 北位时代的 这个菩提流支的一本的金刚经 把它揭露下来补上 九木洛师翻译的 就是现在我们念的金刚经 各位可能是念的时候 都是哇啦哇啦一直念过去 没有注意啊 有一段文啊 跟九木洛师翻译的文字不一样 啊 你回去把它翻开来看看 后边有这么几句话 而是会命虚菩提 有会命虚菩提 那一段 加会命两个字 你一看这个金刚经 九木洛师翻译的 对虚菩提的称呼啊 都是长老啊 长老虚菩提 可是这里 不是称长老称会命 智慧的会 称会命虚菩提 而是会命虚菩提 白福言 这一段文呢 就是出在原位菩提流支翻译的 后人认为这段文原来是有的 可能当时翻译的时候 抄斜漏掉了 那么因此就根据原位翻译啊 把它补足 原位翻译本来就是 而是会命虚菩提 他不能把它改成长老啊 按照原文把它补上 那么明明别人翻译的没有漏掉 他不流通别人翻译 还是流通金默罗斯翻译 这就是有特殊的原因啊 可见这个金默罗斯翻译的 这个文字不但是有美啊 而这个金默罗斯法师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呢也是特别有缘 以中国佛教特别有缘 所以一直到今天 我们普通一般流通的金论呢 差不多都是 是金默罗斯法师翻译的 例如大制度论啊 那么三论中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 那么这些都是金默罗斯翻译的啊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法法经的翻译的情况 翻译的情形 有这么三种翻译 而现在流通文字第二次翻译 金默罗斯法师翻译的本子 有七卷 二十八平六万九千多字 法法经翻译过来之后 经过天台智者大师的弘扬 依法法经修学的人太多了 很多人呢 读诵法法经 或者是拜法法经 拜法法经一字一拜 把一部法法经 拜完了就六万九千几百拜 啊 那么从古以来 拜法法经一字一拜的很多 所以另外啊 宋朝这个四名尊者编有这个 离法法经遗 离拜法法经的遗轨 按照那个方式啊 去拜法法经一字一拜 这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 那么一直流传到今天 法法经都是非常普遍流通的 这是第二 说明这个法法经的翻译情况 哦 这都是普通的佛学常识了 不是什么高深理论 普通的佛学常识 学佛 研究料理 这些应当要知道 现在第三 要说明 法法经的这个题目的简单的意义 它的内容啊 先说明它的简单意义 因为后边好多地方啊 都跟法法经有关系 必定要先简单说明 这就属于理论方面的 都要稍微注意一点呢 才能体会得到 关于法法经的题目 庙法联法经 这五个字 庙法联法是别题 经是通题 庙法是法 联法是比喻 庙法 就是指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法 至为为庙 在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法 是什么法呢 至者大师说 就是十戒十如之法 十罚戒 十如是 百戒千如之法 这些法 都要三法庙 来加以说明 所谓心法 佛法 众生法 显示它的妙意 所以通通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叫做妙 妙则不可思议 说明这个法法经里面所说的 前十 本机 十戒 十如等法 都是自己为妙而不可思议的 所以叫做妙法 妙是赞词 唯妙 显示经里所说的道理 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叫做妙 赞叹这部经的法 很唯妙 叫做妙法 怎么样子唯妙呢 这个道理 直接说难懂 所以用比喻 用比喻 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法法经的比喻评说 诸有志者 以比喻得解 说有智慧的人 如果对佛法只说不能了解 用比方啊 他就能够了解 用比喻 相色的情况啊 拿出来比方 他就能够了解 比如说哦 这个东西很白 怎么白啊 你如果不了解 那个白的颜色 举出一个白的颜色 来做比方 比如说哦 像蟹那么白 蟹白 蟹白 蟹是白的 可是我们台湾人 不容易看到蟹 冬天下蟹啊 我们这里看不到 你说蟹白他也不懂啊 啊 那你不妨跟他说啊 就像那个墙壁上啊 啊 那个分散的这个白的墙壁 一样那么白 那么白 那举出相色的情况啊 来说比方 让他了解这个法的真意 那么妙法的道理 直说 难解 是用莲花 来比 啊 下面那个莲花呀 就是莲花 就是莲花 啊 佛经里面往往用这个华 莲花 来做花之用 啊 所以莲花就是莲花 就是指的莲花 不过在我们中国呀 这个莲花是有两种的 一种啊 只会开花 没有没有莲子的 啊 这种我们平常称它要叫做莲花 佛经里面所说的莲花呀 是指有莲子的那种莲花 只是莲花 这个含苞没有开的时候 里面就是有莲蕾 莲座啊 花一开里面的莲子就跟住就有了啊 啊 那么花慢慢开这个莲子就慢慢长大 啊 等到花卸了莲子也成熟了 啊 这是指的 在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文字写的荷花 如果在书本上写呀 习惯上有莲子的叫做荷花 呃 只开花没有莲子的那个叫做莲花 啊 和现在佛经里面所说的莲花是指有莲子的 有莲子啊 里面会借莲子的这种莲花 因为这种莲花才能做比方啊 这个莲花啊 它有三种意义 注意听啊 第一 未莲固花 莲为什么开花啊 它未了要使里面的莲子让它成熟啊 这个莲花是保护这个莲子的 未莲固花 这是第一 第二啊 花开莲线 莲包的莲花一开开来 花一开了 里面莲子就看得到 有莲缝啊 这个莲缝 那么里面就有莲子 花一开 莲子就现出来 就能看得到 花开莲线 第二 花开莲线 莲花一开了 里面莲子也能看到 就在这个莲包的莲蕾里面 莲座里面啊 第三 花落莲成 这个莲花的花瓣啊 花瓣 久了 它掉下来 花瓣掉下来就是莲子成熟了 这个莲 莲座里面的这个莲子成熟了 所以花落莲成 莲花落下来啊 莲子就成熟了 所以莲花有这么一个三个阶段 未莲过花 花开莲线 花落莲成 有这么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呢 正好比方法法经里面两个阶段的意义 两种意义 每一种意义都有三段 就是法法经 智泽大师把一部28片的法法经啊 28片的法法经 把它分成两个部门 前十四平叫做 开拳 选十 把过去四十几年的拳巧方便啊 都把它开开 选出本有的真实的用意 发开连线 啊 那么这个呃 所谓开拳选十 就是指的呃 呃 这个第二 那么因为这个全十的道理 它有也是一样有三个阶段 指约记门呢 为十四千 为了十相真实的道理 至是这个拳巧方便的说法 呃 为了使众生都能正到十相的真理 都能成佛 所以为了十才释全 才释是拳 才释是拳巧方便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基本的为十四拳呢 正好拿莲花的未莲固花来比喻 啊 用莲子来比这个十 用这个花来比那个拳 莲花的花瓣 比那个拳 为十四拳 就是未莲固花 用未莲固花 那比方那个为十四拳 这是第一 第二啊 开拳选十 等到法法会上 众生根性成熟了 都可以学习成佛的法门了 所以把这过去四十几年所说的拳巧方便之法呀 整够把它开开 使大家都能开始入入佛子之间 显出这个猪法实际上的道理 这就是开拳选十 这就是莲花的第二个阶段 花 花开连线 莲花开开了 莲子献出来了 那么就是比方这个开拳选十 第二个阶段 第三 花落连纯呢 就是比方这个基门的 废权 立实 把过去拳巧方便的说法 都把它废掉 建立十项 建立十法 这个道理怎么讲呢 因为过去四十几年来呀 不曾说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 在没有说法法经之前 就是在大成经里面也说有众生有五种根性 有五种种性 所谓有定性生文 定性圆觉 定性菩萨 那么 还有 不定性的众生 还有 产提无佛性 把众生分为这五种性 唯释迦里面就讲这五种种性 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众生不争不减的原因呢 就是众生 他有不成佛的 按照这个五种种性里面 只有一分半能成佛 三分半不能成佛 定性生文 他顶多是正欧罗汉国 他不回心 不回小向大 不能成佛 定性圆觉 正到彼之佛 也是不成佛 这两种不能成佛了 一产提人 断善根人 不能成佛 善根断掉了 不能成佛 那么这三类的根性不能成佛 不定性啊 大概把它 约有一半能够修行成佛的 因为这个不定性 碰到生文法 他就成为生文 碰到菩萨法 他就成为菩萨 如果碰到这个恶知是一产提 他会变成一产提 这个叫做不定性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 我们这些众生都是不定性啊 你们定了没有啊 我不敢说我定了 我们都是不定性 你碰到大乘佛法 他就学大神 碰到小神佛法 他学小神 碰到外道 他变成外道 所以我们这些众生都是不定性 没有一定的 这个不定性的众生 假定说有一半能够成佛 而菩萨根性都能成佛 菩萨这一份是一定成佛 那么因此 以前四十几年所说的法案 五种种性当中 只有一分半 一分半能成佛 三分半不成佛 声闻 圆觉 这两种定性的 跟一产提 不成佛 菩萨一定成佛 不定性的众生大概有一半能成佛 所以因此啊 三分半不成佛 一分半能成佛 如果以这个说法来说呀 地藏菩萨就别想要成佛了 为什么 他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呀 度尽众生才成佛呀 这三分半的众生 他就不能成佛 不能成佛地藏菩萨永久是菩萨 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到了法法会上 佛就开圈现实 废权历史 把过去的前法说 这五种种性三分半不成佛 到这个时候不行了 这个不对 整个把它去掉 就废权 把这个权法把它废掉 为什么要废掉啊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都能成佛 佛法最平等的 最平等的就是佛法 人人都能成佛 既然人人都能成佛 哪有三分半不成佛的 那么因此之后 到了法法会上 举手低头 都能成佛 一切纳莫佛 建议成佛套 你把法法经 请出来看看 方便评里面的句诵说 若人散乱心 入一塔庙中 一称 纳莫佛 建议成佛道 过去就是在塔庙里散乱心 念一声佛号 尚且能够成佛 何况 有修行的人 有解有行的 当然更能成佛了 那么说到法法经 地藏菩萨 他才 担子才清了 因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既然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他就有办法 就可以度 到了最后 他自己又可以成佛了 如果大家希望地藏菩萨快点成佛 那么大家要赶快修行 希望大家先成佛 我们如果没成佛 地藏菩萨别想要成佛了 有人会想 那我们跟地藏菩萨学好了 我要等到地藏菩萨成佛了 我再成佛 那好了 地藏菩萨也没有办法成佛了 都是题外之话 我们要了解 法法经里面说的是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最究竟的法 所以就是废钱力食 这就像莲花 花落连成 连之成佛了 这是比全十二门的道理 用这个连法比全十二门 这个道理比较不容易了解 后面法法经的第十物评开始 红帝永出评 跟这个如来寿亮评 就开祭 咸奔 说释迦牟尼佛老早就成佛了 不是今生才成佛 成典戒前就已经成佛 所以这个后 后半段呢 就说明开祭 咸奔 把现在方便的世纪 说这是方便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 是老早就成佛了 所以魏廉固化 就是比方本门的 从本随机 释迦牟尼佛不是今生才成佛 他久远就成佛了 法法经受量评说的很清楚 他说我在成典戒前就已经成佛了 今生成佛这是一种世线 为了杜仲山才来的 所以这是魏廉固化 就是从本随机 从本世线这个世纪 这一生成佛是世线的 所以这个幻网经里面说 我进来一次世界八千帆 释迦牟尼佛他说 我来这个世界成佛杜仲山啊 八千次 八千次 这一次第八千次 显示释迦牟尼佛老早成佛 不是现在才成佛 那还不是彻底的贤本 只有法法经 说成典戒前就成佛了 那才是真正的把本显出来 这就是从本随机 就是未连过花 花开连线 花开连线就是开机显本 开机显本 把现在的世纪 把开开了 显出九眼之前 成典戒前就成佛了 第三花落连线就是废机立本 废机立本 把过去的方便世纪把它废掉了 我不是今生才成佛 九远戒前老早就成佛了 这个道理 法法经如来数量评里面说的非常详细的 所以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法法经必定要用年化才能比方 这个妙法的法不用年化 没有办法表现这个全时本纪两门的意义 这个全时金门也有三段 这个本纪的本门也有三段 只有年化才能比方 所以要用年化来比这部经的意义 都叫做妙法连法经 这是关于题目的要义 简单说到这里 下货 至于码 不过是 我这种人 就会一样 有点 有点 我这种事 不过是 还会有什么事 我这种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临近冬天的时候 牧民们总会驱赶着羊群 到山坡那里进行最后一次放牧 当这里的草都枯萎后 那严冬便真的就到来了 这里的草也开始渐渐枯萎发黄了 再过几天等这里的草不能吃了 我们也该回去准备过冬了 黑客 你是不是想家了呢 想我的弟弟阿吉了 今天早晨阿吉打来电话说他也很想你哦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想家了 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 这时候 远处的牧羊犬发出了一阵叫声 阿鹏急忙寻声看去 只见羊群显得很纷乱 牧羊犬正在驱赶他们 哎呀 看来那只调皮的长脚羊 又准备带着他的伙伴乱跑 黑客 过去帮他们 管管那些羊毛 黑客听后叫了一声 然后飞快地朝着羊群那里跑去 然后狂叫着让羊群重新恢复平静 黑客果然还是最棒的 有他帮忙 我可省下不少心啊 说着 阿鹏在小木屋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惬意地看着三只牧羊犬奉着羊群 远处的黑客突然扭头朝阿鹏那里看去 他面露惊恐地看着阿鹏身后的山坡 大声狂叫着并飞快地朝小木屋这里跑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黑客这是怎么了 哎呀 不好 落石 说着 他急忙逃跑 可是 却一下子被绊倒 他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此时 山石一下子扑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倾泻而下的山石将阿鹏和小木屋一起掩埋了起来 黑客不顾一切地跑来 围着那堆山石发出一阵阵哀叫 他知道自己的主人阿鹏已经永远地被埋葬在这里了 怎么办 主人已经被埋葬在这里了 没有了主人 我们该怎么办啊 是啊 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 看管这些羊吗 主人原本打算 过几天 就带着我们和羊群回家的 现在 他回不去了 我们应该替他将这些羊 带回去 对对 你说的没错 阿吉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嗯 主人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把羊群平安地带回家的 伙计们 我们出发了 天色很快便暗淡了下来 为了赶路 牧羊犬驱赶着羊群 趁着月色还有一些微光 继续往前行 然而 羊群却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不走了 哎呀 好像领头的老山羊 发现了什么 哦 我们快过去看看 哎呀 牧羊犬 难道这一群羊 只有这几只狗在管理 不管怎样 我们已经饿很久了 今天我们可要美美地吃一顿啊 你们这些家伙 给我闪开 哎呀 这个家伙还挺凶啊 那又怎样 再强大的牧羊犬 我也不怕 牧羊犬 永远只能充当人类的助手 没有人类和猎枪 再厉害的牧羊犬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没错 只有人类才能识破我们的计谋 没有人类 我们可不会怕这些狗的 没错 我们按计划进行 说着 他们三个交换了一个眼色 然后两只恶狼朝一旁跑去 而留下来的一只 则朝黑客扑了过去 你这只可恶的狼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嘿 哎呀 快跑 你还想跑 今天你跑不了了 不用担心 我们也来帮你 就在三只狗追赶恶狼的时候 突然从羊群里传来一阵惨架 这时候 整个羊群一片骚乱 黑客大惊 他快速停住了追赶的脚步 急忙扭头查看 只见两只恶狼 各叼这一只羊羔 从羊群里跑了出来 不好 我们中了狼的轨迹 我们快回去 是啊 可恶的狼 竟然咬走了我们的羊 让羊群染上血腥 是我们牧羊犬最大的耻辱 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小心 可不能再让狼袭击我们的羊群了 是啊 那些狼实在太狡猾了 我们可要小心点啊 没错 我们得快点赶路 到了村子里就安全了 然而没有牧羊人的缺感 这些羊格外的贪吃 在路上只要遇到青草 更会让它们流连难舍 吃个不停 快点走 你们这些家伙不要贪吃了 要是狼再回来 可就糟糕了 哎呀 不好 狼群 狼群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们三个可不是狼群的对手 那里有一个山谷 我们赶快将羊群赶到山谷那里 只要我们能守住谷口 它们就不能伤害到这些羊了 对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只要能熬到天亮就行了 嗯 我们赶紧把它们赶到那里去吧 就在牧羊群把羊群快赶进山谷里时 有六只狼追赶了上来 原来那三只恶狼竟然把同伴给带来了 它们准备在延冬到来之前储备食物 不好 狼群来了 赶快进山谷 果然有好多羊啊 我们不但能饱餐一顿 还能留下一些等到寒冬到来时吃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这群羊只有这三只牧羊群看管 没有人类 更没有猎枪 好了 我已经等不及要大吃一顿了 它飞快地朝着羊群扑了过去 其他的狼也飞快地朝羊群扑去 羊群顿时乱成一团 几只羊惊恐地从羊群里跑了出来 其中一只一下子被恶狼咬住喉咙 不好 我们的羊又被咬死了 别管那只羊了 先保住其他的羊 赶快让它们进山谷 你们不要乱 别掉队 赶快进山谷 它指挥着羊群朝山谷里走去 而黑客则和另一只牧羊群 对抗着扑过来的恶狼 然而 狼群的数量远远多于牧羊群 它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恶狼对羊群的侵略 当整个羊群进入山谷后 已经有几只羊被狼群咬死 你们已经咬死了那么多只羊 你们还想干什么 羊对我们来说越多越好 要知道 能遇到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可是机会难得呀 寒冬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也需要储备足够的食物过冬啊 现在这个季节 死羊也不会腐烂变质 这些羊足够我们无忧无虑地度过这个寒冬 对 这些羊是我们的了 你们想活命的话就散开 否则我们连你们一起吃掉 休想 有我们在 你们就别想再伤害一只羊 少跟他们废话 我们直接攻过去就好了 可恶的家伙 你们休想得逞 你们俩守住骨口 不能轻举妄动 黑客扑过去 和恶狼撕打在了一起 他有猛精灵 一口便咬住了恶狼的后背 然后一口撕下了一大块皮肉 恶狼当下惨叫一声 黑客趁机又扑过去 一口咬伤他的脚 让他又大叫一声 倒地不起 这个家伙还挺厉害啊 这下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按计划进行 三只狼一起朝着黑客扑去 黑客哪里是三只恶狼的对手 很快他便被恶狼咬得遍体鳞伤 不好 黑客有危险 我们得过去帮忙 对 他根本不是那些狼的对手 不要过来 小心他们的诡计 黑客 你伤得不轻啊 怎么样了 要不要紧啊 没事的 我们就守在这里 只要我们一直坚守着 他们就没有办法 狼群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强攻都被击退 于是狡猾的狼群停止了进攻 他们开始和牧羊犬对峙起来 他们在等待时机 那五只狼显得很放松的样子 他们在骨口处悠闲地趴着 像是在休息一样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啊 怎么突然不进攻了 这帮家伙 不知道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 我们可要小心才行 那五只狼饿了就去吃那几只死鸭 吃完后便又回来在骨口不远处趴着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啊 不好 他们这是在和我们耗 等我们饿了 没有力气了 他们就会发起攻击的 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和他们 一直耗在这里吧 那样的话 我们会吃亏的 是啊 时间拖得越久 我们就越危险 你们俩 一定要守住这个骨口 我要赶快去报信 没有人类的帮助 我们根本没办法 躲得过这些狼 黑客 可是你身上的伤那么重 如果他们攻击你 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追赶我的话 我就趁机将他们引开 那时候 你们就赶快带着羊群走 嗯 现在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 黑客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不好 那只狗要跑了 它这是想去给人类报信 我们要快追上它 不行 万一它这是用诡计 向我们引开怎么办 但如果它找来人类怎么办 你们俩赶快追上去 一定要阻止它 我们就守在这里 我倒要看看 它们能坚持多久 我哥哥阿鹏 应该快回来了吧 这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阵 抓挠门的声音 阿吉一愣 他推开门 一眼看到了身上沾满血污 一只前腿被咬伤的黑客 黑客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 你这是要我跟你走吗 黑客点了点头 然后目光朝屋子里挂着的猎枪看去 阿吉顺着黑客的眼神 也朝猎枪看去 他走过去抓起猎枪 跟着黑客朝山谷跑去 山谷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响 两只牧羊犬驱赶着羊群 阿吉紧紧地抱着黑客 一起朝村子里返回 黑客 谢谢你把羊犬平安带回来 也不枉费哥哥的辛苦和牺牲了